作诗 作曲 李宗盛 不论我她都都离去 你都堪固 不论我犯了什么错 你解答我 你擦去我眼泪 也到底不吃火 我的生命 映着你恩的温泉 不论我遥望哪里去 你都痛心 不论我无助或软弱 你不离弃 你擦去我眼泪 跌倒你扶持我 我的生命 映着你恩的温泉 你是我天父 供应我 你是我的拯救 你慈爱拥抱我 宽绕我 永远不离开我 天父我尽拜地 天父我尽拜地 不论我逃到哪里去 你都堪顾 不论我犯了什么错 你捡顾我 你擦去我眼泪 跌倒你扶持我 我的生命 映着你恩的温泉 不论我要往哪里去 你都痛心 不论我无助或软弱 你不离弃 你擦去我眼泪 跌倒你扶持我 我的生命 映着你恩的温泉 你是我天父 供应我 你是我的成就 你是我的成就 你慈爱拥抱我 环绕我 永远不离开我 天父我尽拜地 天父我尽拜地 你爱为我尽拜地 你爱为我存在 你的爱直到永远 你爱为我存在 你爱为我存在 你的爱直到永远 你爱为我存在 你爱为我存在 你的爱直到永远 你是我天父供应我 你是我的拯救 你慈爱拥抱我 环绕我永远不离开我 天父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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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着信心没有绝望 凭着信心没有绝望 人生在世上一定会遇到苦难 所以耶稣说 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可是在我的里面有平安 说的是 当苦难发生的时候 你不要逃避 而是可以来依靠神 在神的里面 来寻求平安 不要失去盼望 在圣经罗马书也告诉我们 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神知道这个苦难 这个困难对你是不容易的 可是在患难当中 神借着他的灵 要把更多的信心 更多的爱 要浇灌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因着信心 可以有盼望 在纽约有一个博士 他也是一个医生 在他写的一本书里面 《假如我能活到五岁》 这本书中 他提到他的亲身经历 他所看见的 他说有一天 他遇见了一位四岁的小女孩 她的名字叫做Naomi 这个女孩在昏迷状态下 被送到急诊室 她因为脑流导致动脉破裂 造成脑出血 从医学来看 这个女孩是无法恢复健康的 幸运的是 手术成功了 她也恢复了意识 可是因为动了脑部手术 所以她的头上绑着绷带 只稍微露出眼睛和鼻子 虽然如此 这个女孩的双眼 却充满了生气 并且每一天 都对着来寻访的 这个医生 诉说她的梦想 虽然还没有发生 她却津津乐道说 医生 我五岁的时候 要学跳绳 第二天又说 医生 我五岁的时候 要学骑双轮脚踏车 又隔一天又说 医生 我五岁的时候 要像哥哥一样 读漫画书 其实这个女孩知道 自己只能活到四岁 因为医生已经告诉她 还有她的家人 可是小女孩却绝对不说 自己会在四岁过世 反而梦想着 在五岁的时候 要学跳绳 要跑步 小女孩拥有着信心和梦想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从医学和科学的角度来看 她根本就是没有希望 她所拥有的 只有梦想和信心 我们要宣告梦想和信心 人如果拥有梦想和信心 就会有正面的思想 有正面的思想 就会说出正面的言语 而在我们里面的灵魂 就会活跃起来 这个小女孩每一天都宣告 在她五岁的时候 所要发生的事 谈论着五岁的时候 她所要做的事 那个结果是什么 在这种情况里面 小女生没有绝望 每一天为了绽放 那盼望的绿芽而奋斗 之后她奇迹式的痊愈了 现在这个女孩 已经快要四十岁了 目前她在一个店家 担任店员充满了活力 她有这种梦想 信心和宣告 应该活到一百二十岁 也不成问题 是 人生当中 常常会遭受各种 波折和患难 就像这四岁的小女孩一样 即使要面对死亡 她仍然充满着盼望 凭信心来宣告 结果使神迹就这样发生 身为神的儿女的我们 也要凭着信心 刚强壮胆的勾勒出未来 充满盼望的蓝图 并且来宣告这个盼望 今天就让我们凭着信心 没有绝望 也不要失望 因为神 祂是我们永远的盼望 凭着信心 让我们继续的往前行 我们有一位天父 祂永远不离开我们 祂在我们的旁边 要不断的 不断的 继续的加给我们力量 让你心中的梦想 可以成就